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的卡方检定的观念。 在介绍卡方检定之前,我们先要介绍一下资料的分类。 资料的属性的话呢,我们把它分为数量的资料。 数量资料就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母体参数,就是以平均数啦,变异数为主。 那么,我们的检定的方法都是以母数的统计。 那么,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类别资料。 什么叫做类别资料呢? 原则上就是以次数来作为我们的这个数量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方法。 像是满意度,像是男生、女生,男生有几个人,女生有几个人。 比如说满意,非常满意,普通,不满意,非常不满意。 像这个叫做里克特的五等级的,像这些都是所谓的类别资料。 那么我们检定的方法的话,原则上都是以五母数的统计为主。 卡方检定的观念跟方法啊,首先的话呢,我们要做的就是画表格。 把所有的类别资料的观察值的次数,我们先记录在表格的储存格之中。 然后呢,再依据我们的条件或者是要求,用计算的方法,算出什么呢? 每个储存值的期望值。 那么怎么算?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 那么最重要的核心的观念就是在这边。 这个叫做观察值。 这是期望值。 观察的话呢,叫做observe the frequency。 这个是expected,这个是我们的所谓的期望值。 两个相差的平方除以期望值的值。 这个我们会近似卡方。 那么这样子的结果啊,让我们来想一想看。 假设说我们的观察值跟期望值是很接近的。 那么基本上这个整个值是小。 小的话来说,我们就得到不显著的结果。 所谓不显著就是能够符合我们的条件。 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卡方检定,我们要求要大样本。 那么也就是说,每个的储存格的数量,我们不希望是比5还小。 假设比5还小,怎么办呢? 就合并。 那么后面我们会介绍怎么做。 好,那我们现在来做做看一个简单的实例。 有一家芒果的果园的话呢,应依照过去的经验,2比3比5,这是什么呢? 芒果,苹果,水蜜桃,这三种水果,它的比例是2比3比5,以重量来看。 今年的话,我们把它的产量,这就是所谓的观察值。 总和是100吨。 现在我们要看看说,这样子的结果跟过去的结果是不是相同,有没有改变。 那么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条件,2比3比5,我们要把它写成比例式。 2比3比5就是十分之二,总共加起来是十。 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十分之五。 好,那现在我们看看,如果这个要占十分之二的话,以总数100,100吨而言,它应该,期望值应该是多少呢? 这个应该是20,乘上100,这个呢,乘上就变成30。 这个值呢,应该是50。 这是期望值,上面的叫做观察值。 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卡方值是怎么算的呢? 卡方值就是,上面观察值跟期望值的差的平方,再除以我们的期望值。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38减掉30,底下除以30。 第三个是34减掉50的平方,除以50。 那么我们来计算一下,这是二十分之,上面是八八八六十四。 这个也是64,三十分之六十四。 这个是,这比较大,这是16,二五六。 好,我们把它加起来。 加起来的话是10.45,这个数字。 这是我们测出来的卡方值。 那么这个卡方值到底是大还是小呢? 那么我们就要查表。 先看看,我们这里有几笔资料。 三笔资料,我们使用了我们的总和N。 所以我们的自由度不再是三,我们会降一。 所以这个地方三笔资料的自由度,我们会降一,就变成了二。 自由度是二。 来,我们把卡方的分配表,把它叫出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自由度是二。 来,我们把自由度的二的地方,我们描红一下。 再来看,我们的α值,α值原则上我们都是以0.05来做。 那么我们的值是在哪里呢? 在5.99。 5.99是我们的临界值,就是说超过5.99,我们就拒绝跟以前一样,拒绝H0。 所以各位同学看,这个是什么? 10.45已经超过了5.99了。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我们就拒绝H0。 今年的产量的比例啊,跟去年一不一样呢? 有所改变了。 不相同。 各位同学知道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利用卡方检定的一个基本的观念。 那么,我们在这个课程的来说的话,基本的原理就是观察值跟期望值来比较。 如果说真的能够符合它的要求,它的差距就不能太多。 再过来的话,我们这个卡方检定只有右尾而已。 那么同学要知道,它们没有双尾。 最主要的是,卡方检定的话呢,在这边来说是属于五亩数的分析的技巧。 那这个同学要知道一下。 那么后面我们将会介绍,其一性的检定,适合度的检定跟独立性的检定,都是利用卡方检定的方法的技巧来做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检定的检定是一种检定的检定的检定是一种检定的检定的检定。